我想小米用户都知道可以谣言 那就是MIUI的开发榜比稳定榜更加稳定 所以到时候第一时间就是换开发榜 我今天就要告诉大家 这个当然是假的 这不是谣言 这是事实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用户都会去刷开发榜 也不是所有的用户都可以通过社区的审核 自然就有很多用户升级不了开发榜 也有一些米粉更新到一个版本 觉得各个方面都很不错 就一直留在这个版本 而我们知道作为全球更新频率最高的 属于系统MIUI而言 过一两个月就会有吸引眼球的新功能出现 而作为普通的用户是无法获取更新的 就算是单个的APP功能的更新也是同样的道理 只有内侧用户可以通过系统更新 一次性更新系统和APP 其他用户是不能在系统更新的界面 或者应用商店进行更新的 这也就造成了咱们要体验一些新功能 就一定要刷开发版 或者等大佬提取应用的安装包 然后你再去下转安装 这样虽然也挺好 但是不确定因素实在是太多了 一次也仅仅就可以搞定一两个软件 那么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让这部分用户免受困扰呢 我是李鲁云飞 这肯定是有办法的呀 觉得这些视频会对你有用的话 可以先点赞投币收藏一下哦 以前大家是可能知道有一个软件叫做米根 不过后面因为一些原因消失了 所以今天我同样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正儿八经的软件 就是它APP分享 其实我是先知道它 后来米根都快没了 我才知道米根的 这个软件其实很简单 就是可以下载和更新APP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点击记录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众多APP在首页可以提供下载 注意软件图标右下角的字 分别有正式版HD版内侧版 正式版在大家随便的应用商店都可以下载 和HD版本分的这么清楚的就比较少了 特别是还有这个内侧版更是寥寥无几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你懂的 那么要如何才能做到我开头所说的升级米UI内侧版的应用呢 很简单 我们直接点击进入排行榜 于是你就会发现这和外面的那些比较隐晦的推送完全不一样的是 这里的排行榜前十几乎都是米UI的应用 如果你需要更新其中的软件就可以直接在这里进行选择下载 会扣一个分享点数 这个签到抽出奖都可以获得 对了这个APP分享还需要注册登录 我们来看一下手机管家 作为一个例子对比我现在手机管家的版本的话 修复了错误和改进了性能 老功能回归 这个要更新完才知道是回归了什么老功能 除了下面的点击下载 我们还可以注意一下这边的历史版本 APP分享很贴心的有历史版本可供选择 而且还分为了这是版内字版 谷歌版 提取版 修改版 HD版 版本都很全面 在你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回滚到你任何想回去的版本 这个对于一些机友来说简直就不要太香 要找历史版本就来APP分享 而我们选择下载的时候 我们看到会有一个提示框 这里虽然说的会比较严重一点 但是确实也会有这种风险 所以还是需要谨慎一点 确定你自己是否需要用的功能 确定手机内部是否有重要的文件 最好是使用备用手机来搞起 当然我们现在都选择同意 然后再选择更新 然后下载就会扣积分 这个前面我说过了 点击确定 然后就直接进入了下载选项 完成了之后就可以选择更新了 更新完成之后就可以去看看 有什么老功能回归了 回到APP下载的界面 除了下载 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用户的评论 也可以看到顶端有多少用户 下载了属于管家 都是很方便的功能 而当我们搜索机型的时候 会有对应的官方收集包 而当我们搜索小米手环7的时候 居然还有两个小程序表盘也在上面 真是见了鬼了 这个APP分享的功能有点全面的 我们来到分类可以看到 除了MIUI软件居然还真的有官方的包 看起来还是挺全的 我们找到小米10pro 在官方的包里面找到历史版本 结果居然也有正式版内饰版和谷歌版 你觉得大谱 妙牙 具体该如何使用 我相信会的都会 不会的 咱们先搜索一下其他的教程 我们今天就先不展开说 回到分类 除了刷机包 系统组件 还有我们一直信念的音质音效 OK啊 之前我还真的没有发现 再往下就是一些软件分类 里面有很多横划塞的东西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探索一下 而在最下方的几个分类里面 还有其他系统的一些提取应用 比如说我们上期视频讲到的ColorOS 如果你觉得它的系统里面有你想要的应用 那么你可以来这里直接寻找下载 除此之外还有华为 Flyme Vivo 三星 联想 黑鲨 努比亚 锤子 电视 360OS 电脑 不可谓不全面 简直是太丰富了 连倒闭的场上都收入了 至于是谁倒闭了都不用我都说了 这些应用的下载量也可以反映一些手机品牌的一个现状 至少在王岐这个类型上 UI读里焚骚 怎么样 今天这个软件合了你的意了不 对应语言的话 给我点个关注呗 我会更新更多高质量的视频 不信你就关注看看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愿你搞急帮生 不愿意认识别 我是你们的云飞 大家有什么软件用觉得牛逼 也欢迎留言推荐 感谢大家看到最后 大家喜欢这期视频内容的话 点赞投币三连 其实我想这样你全都给我 这样我会产出更多有意思的视频 要知道你的知识就是我 为了他动力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感谢大家